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千禧酒店 于2月7日晚举办庆祝中国农历新年联欢晚会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巴格 洛杉矶县前县长安东木维奇和夫人胡惠玲 盛盖博士市议员廖清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办公室主任徐伟和副领事 丁杰等重要 驻洛使馆负责人和社区各界人士等500多位嘉宾与会 共庆中国农历新年诸年的到来 巴格安东木维奇和洛杉矶县政委员会执行长 Sachie A. Hamai在致辞中都充分肯定 华裔对洛杉矶经济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贡献 并表示春节已经成为洛杉矶县的重要节日 他们祝华人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也充分肯定千禧酒店在服务社区 服务国际游客所发挥的作用 希望酒店越来越好 当晚洛杉矶千禧酒店洋溢着中国春节的浓浓气氛 财神爷 武士表演 中国书法展示 民族文化展 中华民族舞蹈表演 以及各种美食 让与回嘉宾充分享受中国传统节日 带来的喜庆和祝福 以及对新一年美好的憧憬 全美电视台记者 彩峰报道